今天是长年期第31周,星期二,我收敛心神,开始这次祈祷。 我愿意把我的祈祷和我今天的生活奉献给天主,使我的一切意向、言语和行为都为十分赞美,是尊唯一的天主。 我愿意把我的祈祷和行为都为十分赞美,是尊唯一的天主,使我的祈祷和行为都为十分赞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宁静中,我们聆听上主的圣言。 今天的福音,选自路加。 有一个同习的人听了这些话,就像耶稣说,将来能在天主的锅里吃饭的,才是有福的。 耶稣给他说,有一个人设了圣言,邀请了许多人。 到了宁静的时刻,他便打发仆人去给被请的人说,请来吧,已经齐备了。 众人开始一致推辞。 第一个给他说,我买了一块田地,必须前去看一看,请你原谅我。 另一个说,我买了五堆牛,要去试试它们,请你原谅我。 别的一个说,我才取得起,所以不能去。 仆人回来把这事告诉了主人。 家主就生了气,给仆人说,你快出去。 到城中的大街小巷,把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都领到这里来。 仆人说,主已经照你的吩咐,办了,可是还有空位置。 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大道上,一几里把鞭,勉强人进来,好坐满我的屋子。 我告诉你们,先前被请的那些人,没有一个能藏我这宴席的。 基督的福音。 主持人引起来OUGH,您把这里带地试赏,带成像。 比较的议题。 我为我们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莫观自己也是被邀请的一位 当主人的仆人邀请你去参加主人的宴席时 你当时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感受? 你当主人的仆人邀请你去参加主人的宴席时 你当主人说了什么呢? 你当主人的仆人邀请你去参加主人的宴席时 你是欣然地接受他了呢? 还是 也用别的借口拒绝了他 你当主人的仆人邀请你去参加主人的宴席时 你当主人的仆人邀请你去参加主人的宴席时 什么使得你拒绝天主的邀请呢? 在你的宴席时 你当主人的仆人邀请你去参加主人的宴席时 你当主人的宴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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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此时此刻 你当主人的宴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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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宴席时